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事顾 多个国家向尼日尼亚伸出援手 协助搜寻被博科胜地脑走的200多个女学生 有报道说,美国正考虑提供侦察机 以及监视卫星加入搜索 我们日常生活,上网查地图按一个键 就可以显示卫星图像 但如果要搜索被博走的女学生 这些卫星图像就帮不了手 要改用监视卫星 因为一般的卫星分辨率大约是一米 也就是两件物件相隔一米 卫星图可以分辨出来 而美国的监视卫星的分辨率 可以达到5至10英寸 只要对目标地区进行监视 有可能找到失踪女学生的藏身地点 不过现实中,动用卫星监察是很有限制 首先,卫星都有各自的运行轨道 围绕地球飞一圈的时间也有长有短 意味着,卫星监视同一个地方 一日多则有几次的机会 少的话,只得一次 飞到目标上空的时候 拍摄时间也有限制 另外,卫星要拍摄高分辨率的影像 需要在日间进行 我们经常看到,外界披露的北韩军事设施图片 全部都是日间照片,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更加会拍不到 当然,各国可以调派更多的卫星 加入对尼日利亚的偵察 增加找到失踪女学生的机会 不过这样做,就要卫星变轨 更改运行轨道 增加目标地区的卫星覆盖率 但这个程序要增加卫星的燃料消耗 结果令到卫星的工作寿命缩短 最终提早报废 在卫星偵測有限制的情况之下 美国近年更加倚赖用无人偵察机 因为他们可以在空中逗留长时间 对目标持续监视 美国亦在2012年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 设置无人偵察机基地 收集情报和偵測周边地区的瓦尔盖达分子 相信美国可以用他们协助找学生 不过曾经代表美国出事多个非洲国家的普莱斯 一前接受博士新闻访问的时候 指如果博科胜地成员 发现美国的偵察机监视他们 被脑走的学生有可能遭遇不测 今集新闻师傅说到这里